我来山山采山野菜了 小鸡在鹅厂干活 我要是在鹅厂的话 完了我也搭不上它啥手 都是些重火 它也不舍得让我干 所以我就来上山 采点山野菜 我今天想目标呢 就是把这个桶给干嘛 小黑和小包也跟上来了 我本来也不愿意让它俩跟的 结果咋碾都碾不回去 让它俩跟的话 还得给它俩抓草耙子 让山上现在的草耙子特别的多 准备开始采刺五家了 刺五家呢是分公母的 像这种散开的这种是公的 完了像这种 像这种带着这种 刮包的没有散开的这种是母的 我发现这一棵树上全是母的 这个呀全身长满了刺 你采的时候必须得注意一些 我昨天都被扎了好多刺 猴腿也长出来了 看 这种小的刚冒出来的牙 完了这种呢就可以采了 猴腿有两种颜色 一这种是绿的 一这种是这种黄的 采这个一定要注意扎手 因为这刺儿你看到没 特别的密 我这手已经被扎了好几次了 数不过来了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坡度 我现在踩的我头都蒙了 我刚才明显在这一块 瞅到一堆 呃猴腿 但是现在再瞅 瞅不见了 摆着它的头 一摆 我总觉得戴手套不得劲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戴不行了 我现在手 眼扎的没有地方再扎了 回去也调了刺 哎呦天呐 看 刚才咱不是看了红色的猴腿吗 反正这是绿色的猴腿 现在都已经长出来了 你的皮了 那下面这几个刚摸出来牙 让它长两天 这猴腿长得现在刚刚好 多嫩 小包跟着你了吗 小包跟着你了吗 我姨也过来踩山了 那你先走吧 我再踩一会儿 我不饿 你先走吧 带着小包 我不饿 刚来一会儿姨 你先走吧 高的刺务家呢 可以达到一米八左右 反正它这个树现在比我高 我净身高是一米五七 像这种就是非常好踩的 往下一掰 嘿 就这样就掉了 我已经踩了这么多了 今天找找卧子来 我怕我一下伤 完了 玩犊子了 我就不记得这些地方了 所以我就尽可能的 把它们该踩的都踩了 这俩小家伙在那一坐 像保镖一样守着我 回家去下山 已经整了很多了 完了这些桶已经放不下了 回家换个大点的桶 下午继续 像我们这山上出东西很快的 你看前几天的时候 我拍视频 完了那次我家刚冒头 现在都长可高了 得抓紧时间踩了 再不踩就来不及了 现在猴腿也出来了 山迷子 猴腿 刺五家 刺嫩牙 都出来了 就是吧 踩刺五家太费手了 我现在这两个手指头 这个手指 感觉都全部扎码了刺 回去把刺给挑挑